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我欢迎这个本系大关家来关着吧好哥哥的约瑟夫 哎,好哥哥又就用这个玻尿酸了 有一说这个皮肤还是蛮不错的 就是这张脸做的稍微硬了一点啊 就感觉,对吧,玻尿酸打多了 约瑟夫打里奥 哎,这套阵容有点难打,又有祭司又有小女孩 这不是蛮惨乱飞吗 我觉得好哥哥前期节奏抓不到这个配置的队友 这个配置的对手真挺难搞的 小女孩直接附身,然后两个人一起修 这个机子,哎呦,再来的话再上来能够强量一台机啊 这个机子一定能强量的,这个机子一定能强量的 就看这边约瑟夫镜像节奏能不能打到东西了 他这边应该是进大方,然后把人挂上 大方里面这个小女孩的话好像是能打一刀五刀开 那也还能接受,也还能接受 这边牵的是祭司 看这波镜像,能不能找到人 转牌,找到的是谁 找到的是半血的佣兵 好哥哥带的是个传送 那应该是封窗,然后底牌传送吧 对吧,好哥哥最近大图好像打这个天赋比较多 嗯,没有能找到祭司,祭司起来 连个大洞给队友 不太好弄 对于好哥哥来讲,这边没有闪现的话 你要追个佣兵其实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祭司我觉得可以连个大洞啊 看要不要连个大洞,对,连个大洞给到机球手好了 跟自己的双排队友连上,然后状态摸满 球者这边其实也 也不是很难 他们虽然说前期五刀开,但是他们抢掉了台机子 并且这边状态能够补上的话 这边拿佣兵还没什么太多办法 好哥哥只能打第二波镜像节奏了 他只能打第二波镜像节奏了 这边应该是牵着佣兵的镜像 然后往大洞那个方向过去 诶,来偷鞋 带佣兵进镜像了 这里有机会吗 一刀抽,没打中,摆子下掉 这个时间点,这个点哦,有机会啊 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等击倒佣兵 但是击倒佣兵,佣兵在镜像里面倒的 你拿他 不是很好办,你挂上吧 你挂上反正不记这个上挂时间的 过来找到小女孩 想来偷袭,没有,那大洞先打掉 转牌回去,应该是再打一波 这两个角色的双挂了吧 我觉得这里是可以打一波那个 祭司小女孩的双挂 看看有没有兴趣 好哥哥这边哦,他要牵着佣兵 把佣兵挂上 然后再过去打这边镜像里面的人 不打嘛,这两个人我觉得 不打哦,懂了 他要控血 这刀不打的话可能是想把小女孩的血线 控在救不了人的一个状况下 然后用这样的话呢 哎,机球手,呦我去 这机球手的话我们之前是有见过的 小果冻机球手是带双弹的 因为这边的话 我们应该是佣兵和小女孩两个博命 小果冻这边应该是个双弹 但是这波没有能够把救兵挂上 已经雪崩了 他这边甚至可能要切个闪线来追一个击倒节奏 来打这波防守了 这波这个被打下来血亏 炸裂 没想到我这边上帝是小 我透视我都没有留意到这边会有这样一个棒子 而且这个时间说明算得刚刚好 来的话外面应该是有三台遗产 有三台遗产 这边两台已经快修完了 剩下那台的小果冻这边也在点了 留给好的哥哥的时间不多了 但这个时候切闪有点亏 傭兵的护币已经交完了 所以说这边平地其实追击的话 点温压住配合转牌也是可以击倒的 也是可以击倒的 这样击倒打一波防守 但这波防守的话 机友手过来保 祭司这边 而且可以起一个 補状态 他可以跟小女孩进行一波補状态 把祭司状态补满 好哥哥这个场控不住了 感觉有点难了 感觉有点难了 这边应该是偷袭传送 然后要压遗产级 这边切牌 是谁 小女孩有 小女孩带三个纸片 一刀 哎呦 还行 距离上面来讲不太别远 但下一个纸片两秒钟 再丢一个纸片 哎 没打中 但是对约瑟夫来讲也还好吧 呃 这里机球手 怎么说 找到小女孩 压住机子 这边镜像回退 要把机球手给挂了 有点机会 有点机会 这台机子如果能回退 能压住的话 感觉还有机会能打 但这个机会面不大 因为这个配置的穷者 他们 别说是现在这个局面是一个 就是 这波就算你打到了 也就是个军事嘛 对吧 机球手倒地 小女孩倒地 然后我挂上一个 呃 机子就差这一台了 然后佣兵这边的话 可以找祭司补完状态 然后祭司外面重新起 这边机子好像刚刚抢亮了 那好哥哥这台机子没有压住啊 刚才 这台机子没有压住 祭司这边修最后一台 佣兵 等到队友压好机子 然后吃一刀 把人救下来有博命 私人开门战 好哥哥这边只能来守这个机子 只能来守这个机子 机子这边的机子差了多少 差了 不到5% 一口气 大概三秒钟的样子 一刀带走祭司 好的 继续压住遗产机 小女孩这边过半 佣兵 佣兵捞下来 外面要重新起 机子还是说来打架 来打架 我觉得也可以 这边把机球手状态补好 机球手去救人 然后小女孩跟佣兵 也一起过去 三个人打一波 三个人打一波 还是说他们这边 就派两个人过去打 小女孩的话 呃 可以过去 然后佣兵前面 其实你可以贴门的 我觉得这边佣兵贴门也可以 要全国取得最好 这样的话 确保这个机子能亮 这边是拍了一张照 嗯 小女孩重新起 重新起 我觉得 摸有太大必要吧 他们其实可以安排 一个人在镜像里面 两个人在镜像外面打 一个旧人 一个修机子 一个旧人 一个修机子 但重新修 我觉得来不及啊 这边自闭 过去先把祭司捞下来 先把祭司捞下来 祭司的话 这里镜像里面 刚刚是不是修了一会儿了 可能镜像里面 已经修了一会儿了 但祭司现在是个上挂飞 就是宝 好的 要守机子吗 再来偷袭 找这边的小女孩 偷袭找小女孩 小女孩已经提前拉开了 快走 队友抱了一手 那还是一个四人开门战 镜像结算 而且全人打得非常的稳 他们也不会强行量级 既然你选择控场 那我们也拉开 慢慢补状态 现在是两个上挂飞 一个小女孩 一个祭司 算一下 这边的机子是被打回退了 刚才这边 我感觉这个机子 其实强量是可以亮的 但强量可能会 打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亮了 四个人 确实是四个人 但有一个人可能在椅子后面之类的 揪手交自己的 这边好像有个地压室 刚刚没记错的话 对有个地压室 这边把人挂进地压室 但一亿也不是他被打 为什么呢有个祭司 就已经挂上 过来找到小女孩 小女孩这边是个半血 好哥哥切了一个市场 拍一张照 这边人是捞下来了 找小女孩 找小女孩是最后的一个机会 这样的话可以 击倒小女孩挂飞 机子还没好 但是一个市场约瑟夫 拿什么击倒 三个紫片的小女孩呢 他只能是镜像一波偷袭刀 才有可能 只有一个镜像偷袭刀 才有可能 转牌回去 不好打的 机子应该差不多了 点亮 这边该天门的天门 嗯 这里打一个镜像结算 但是镜像结算了 门应该是能开的 而这镜像结算 门应该是能开的 应该是一个多跑了 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四跑 两边门都在开 四跑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四跑了 嗯 当时中间那一波 就是把祭司压过半以后 打针对 行不行呢 打针对就是怕亮机 因为你针对着 当时这个祭司是有机会所保的 感觉也不太行 感觉也不太行 小果冻这边 再来玩一波 吃点分 然后投降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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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点分 不叫吃点分 刷点分然后投降 对 也是感谢大家 关系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